现在在台北市还有100块钱的小火锅 这一份海鲜锅里头有两片的猪肉 而且有白虾只卖100块钱 50岁的刘老板说他小时候家里很穷 看别人吃火锅都好羡慕 所以赚了钱之后 他决定要开启平价火锅店 月姑这个营收可以充到50万 两片猪肉一尾白虾 满满的高丽菜和小白菜 堆得像一座小山 还附上一颗鸡蛋 大分量的小火锅 在台北市一锅只卖100块 其实我觉得它的料好又实在 然后味道其实还不错 上班煮100块说真的刚刚好 有点小确幸 白云火锅为华硕员工带来小确幸 中午吃饭时间人潮挤得满满满 天气越冷火锅店业绩越夯 因为小时候没有得吃 那出社会以后就一直想 看到人家吃火锅就非常羡慕 赚钱以后自己就一直想说 我以后我也要开一家店 50岁的刘老板从乡下到台北打拼 如今旺季一天能卖180锅 估计月营收冲到50万 有没有赔钱过这样子啊 有 食安风暴跟那个 就是台风天啊 或是联系夏宜啊 比较白云火锅 有两片猪肉和白虾 连锁的臭臭锅 最便宜卖130 有四片肉 一般大众锅猪肉有薄薄10片 老板说卖一锅只赚20块 一部分的食材是乡下妈妈种的 省钱又发饱 不行员工全家总动员 连蔬菜也是自己种 卖家庭火锅料充高业绩 他就用碗装了一大碗 然后又没吃 我们全部都浪费掉 我们就看了就很心疼 连冰淇淋饮料饭后甜点 也是吃到饱 都已经吃饱 所以冰淇淋 都没有机会尝试 切洋葱熬高汤 老板强调所有食材 绝对禁得起考验 靠着白云火锅打出名号 也完成梦想 东文才新闻 江宋黄富翔台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